有谁见过比这还乱的床铺吗 姐妹们我的小仓库经过几轮的随心配轰炸 给你们看看现在变成啥样了 完全就是胶带垃圾厂啊 各种胶带工具都被翻乱扔得到处都是 前段时间忙根本没时间回归原位啊 找个东西贼拉费劲 这几天本巧巧吃巨子买了3000元的收纳箱 准备把我们的仓库好好改造一番 原先大号中号的收纳箱 改成了更结实小一号的白色收纳盒 每个款式都归类方便拿取 胶带分装盒用久了也太丑了 准备全都换成这种塑料收纳盒 没想到拿着手还要自己一个一个安装 没把手给整废啊 中间过程起筋绷绷 这咋还越整越乱了呢 麻了麻了谁来救救我啊 来来来今天来安排020金配啦 随机挑选了20名真爱粉啊 阿西小男子咱们先从手段本开始吧 其拉多了小马鼠的 还有悠悠奖随机给大家安排上 各种颜色的高光影也选一点 整卷的胶带也选一点 女明星小马鼠多大王英文交代 再来到我的分装桥案 太多社团了让我来随机选一些 有肉球有熊小马鼠多大王 镜条烟牛屎嫌衣角 还有奶油库的 再来几把超火的迷你快递盒 各种便签便利贴 阿玛丽丽丝的连排分装 人物贴纸也选一些吧 还有各种的孤卡贴哦 款式超多呀 这是我心上的奶油胶配件 也选一点吧 超爱这种迷你可可爱的东西 楼上的仓库被我整改的差不多了 胶带也都归累好了 是不是比之前整齐多了 还新入了一个配货小车车 迪速可以配货25份 你们的配置全都没累好了 感谢宝贝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哦 最后祝大家期末考试顺利 加油啊